好,各位同學,午安 剛好有同學問到問題,所以我就利用下午的時間來解答一下同學這個問題 他問的是說,兩組發音要怎麼區別 第一個是 year 第二個是ear 那year跟year 聽起來好像很像,其實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他問的是 年 年份的那個年 Y-E-A-R 第二個他問的是,耳朵 E-A-R 他說這個發音怎麼區別 然後他第二個問題是 coder 這個應該用code比較好 那個coder通常我們是 呃 呃 比如說 decode 就是解碼 或者是說 呃 codify 把它 符碼化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coder 應該比較好的例子應該是 code code 跟cold 那個 cold 他那重點他其實不是這個字 他重點是說那個l 前面那個coder coder coder 跟後面那個 冷 的比較級coder 到底要不要往上頂 他說在講的比較快的情況下 要刻意去頂嗎?當然要啊 要不然這兩個怎麼區分得出來 那我就用一個簡單的 圖表 好 好 你看啊 第一個他講那個 這個是他問的問題 ear 這個是耳朵那個ear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年代這個年 year 剛好是y y其實是一個子音喔 是這個 這個子音 剛好加上短音的ear ear ear其實就是 短音 然後一個 稍微要有一點點捲舌 但不能太捲 他基本上是比台舌音還要再捲一點點 他就變了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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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你看喔這個年 你要把這個 耶 耶 耶 放進來 變成year year year 這個被交的東西 沒有這個y的單獨唸就好了 那就是耳朵 就是 ear ear 這是year year 這是year 這是year 那這兩個到底音怎麼分 你看喔這個y字母y 比如說你講 yes 是不是yeyeye有那個音 yet 單音節來講 you young 有沒有 那是ye的音 所以 這兩個怎麼分 只是多了一個 子音去拼它嘛 多了一個consonant yeyeye 那個y字母 就是這個 ye 這樣的音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會有什麼 發音上的問題啦 那你分不出來 會不會是說你原來 唸就唸錯了 因為這兩個我不認為會搞在一起 我反而會認為這個year單獨唸會比較 對同學來講反而會比較困難一點 原因是因為 同學長期以來長音短音不分 比如說 我唸beard 就是 就是胡子 我這邊有舉個例子 這個year 這短音喔 比如說我講beard 這個year 我講 dear 有沒有 d-a-r dear 然後我講 這個gear 包含fear 你知道是短音 但你如果唸成長音 有可能會變成別的字 他長音短音你要去分清楚 有時候 year 這種長音 你如果唸成長音的話 他可能就是別的字 這樣子 那也有可能 拼法不同 但是發音相同 這個我們不在這邊再插題去多講 反正會有這種現象 要同學知道 所以為什麼我說長音短音你一定要區分得出來 因為有可能你長音唸成短音短音唸成長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字 當然是要區分得很清楚 這樣子 第二個是他講的那個coder 跟coder 那我不確定那個coder是什麼意思 也許真的有這個字 我查查看 因為我剛剛 我認為他是 code 對啊 他那個coder是一個 a computer programmer 就是你要 編碼的那個 程式編碼的人員 這個字 基本上不會遲常被你碰到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要講這個字 但是那個code 是常見的 但我們如果不去管那個意思 我們直接看發音 這樣子 好來看的話 我就先用 code跟 code 兩個字來分 然後我再去唸 有加 字為有加er 這樣子 你看這個code那個o 是 剛好就是o的音 這樣子 這樣 然後你那個 ol code 當然要捲舌 不是捲舌 台舌 所以我把這兩個字念一下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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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code 喔 台舌 那如果說同學說 那個 可不可以念快會不會有改變 我就 我就弄一個標題 這不是句子喔 這是 新聞的標題 我拿高一點 這是一個新聞的標題 剛好這兩個字 都在裡面 一個是 cold 一個是cold 好我把 我把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念 cold blue 這樣看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extended through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你看 他的意思是說 藍色警戒 就是我們有各種顏色的警戒來 顯示 天氣的那種 惡劣的程度 extreme cold alert 那個extreme cold alert 是指極度的冷 冷風來了 這樣的一個 預警 alert extended 延長到 stew 延長到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baltimore是八個地磨 好我就把它整個 這樣念啦 我這個標出來 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大家有連音 因為紫音 碰到母音會連音 紫音碰到母音會連音 我就念給董月丁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extended through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cold cold blue cold blue extended extreme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extended through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這樣子 所以你有沒有聽到那個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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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台詞 這個cold 是有台詞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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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不一樣 cold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extended cold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這樣子 所以那個cold cold 那個碼 跟cold cold 有台詞 那你如果後面要加一啊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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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區分出來那個差別 這樣子 那 很接近的字 音很接近 有時候有背景音 有時候不太容易聽出來 那你就要用上下文 那就要憑文法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我講說 發音固然重要 但是發音只是我們整個口說 我們講spokenenglish 裡面的一個環節 你的音的辨識能力強 搭配你的文法結構 可以在有背景音的情況下 輔助你 可以把那個 他到底念的是cold 還是cold 就用前後文 所以不單是 憑 所以同學如果認為說 我單純音 我的音感很好 我單純音就可以聽到 老美講什麼 那我佩服你 因為老美是內建 跟我們中文是內建 不用學文法 我們一樣聽得懂 你沒有內建 你要靠外接 所以音很重要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但只是部分 他講的句子有句子的結構 你要運用文法的結構 那個structure 搭配你的文法概念 然後去抓他的音 因為 他不是用寫的文字形態 他是用語音的形態呈現出來 那你要去抓 反過來 你在念的時候 如果你音已經不準了 你的結構又是中式英文 不是老美能夠接收的那種結構 那更慘 那個就不用溝通了 因為會 你講東他扯西 他猜錯你又猜錯 大家胡扯一通 那不是 等於無效溝通 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錄的那個 我最後做個結論 我再做個總結 年 year 耳朵 year 那個指音多加耳朵 注意到耳朵那個year是短音 year 那就變成year 你聽到的長音是year那個音 外加那個year 變成year 可是耳朵你要念year 是短音 年你會聽成長音是因為前面多一個year那個音 第2個 cold 是o 母音那個vowl是o 所以你慢慢念會變成cold cold 你要念ER那個編碼員 就是colder colder colder 那冷那個字形容詞是cold 有台詞 cold 那你如果說更冷 就是變成比較極的形容詞會變成colder colder colder 前面那個編碼員是colder colder 後面那個更冷是colder 有沒有不一樣 特別強調 那會不會因為 放在句子裡面不同了 不同了 我就念那個 剛剛給同學看那個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extend through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cold blue 藍色警戒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有沒有 藍色警戒的旗冷 警戒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有沒有 你聽到兩個cold 那聯繫的部分我整個另外你可以注意到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cold alert 那就是地方聯繫 extended alert extended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cold blue extreme cold alert cold alert extended through Tuesday morning in Baltimore 會變這樣子 好那我們十二分鐘了 差不多如果同學還有問題 可以繼續提問 我們今天就解答到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 午安 免子呢 接著 谢谢大家